美国总统拜登在周四晚上八点 也就是台湾时间周五早上八点 任内第二度从白公投员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 才刚刚回国的拜登 这次针对以哈冲突和沃尔战争发表演说 他甚至将哈马斯和俄罗斯总统普钦相提并论 拜登还强调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同时 也致力于巴勒斯坦人的尊严和自觉权 但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阶主管保罗 抗议拜登政府持续军援以色列 痛批这样的决定不止短视不公正 而且和美国拥护的价值背道而驰 愤而递上辞职性 但美国国务院却正在忙这件事 由于近期世界各地爆发反美和支持巴勒斯坦人示威活动 欧洲多国又传出多起炸弹威胁 担心发生恐怖攻击 美国罕见对海外公民发布全球警戒的旅游警示 但一波未完又来一波 根据美国国防部表示 这波由夜门发动的攻击 可能是要攻打以色列境内目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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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